全国公教军警消联合总会在今天是召开了会员大会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到场参与 包含党主席朱立伦跟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都到场了 要巩固军公教的选票 而对于新北板桥幼儿原位要案侦查终结是不起诉 侯友宜就怒批整起事件被政治操弄 赖清德市民造谣者 我们要一个和平毁业人两岸 还是要一个选择战争的两岸 这是一个很清楚和平跟战争的选择 要的对不对 结束台东行 侯市长回台北高喊两岸和平 巩固军公教选票 只有我当选总统 我一定会全面检讨退伏法 让大家能够得到一个尊严 合理的生活环境 我应该检讨了 我应该检讨 答应当选后一定全面检讨退伏法 面对绿营迟迟迟不为未要案道歉 侯友宜痛疲赖清德 只为选举操弄舆论 泡口对外 但掌外更要先安内 这场全国公教军警销联合总会大会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等重要人士都到场 塑造团结气势 请你帮忙可以跟拉哈根韩市长 这个不是帮忙的 台北市长蒋万安更是在市政之余 临时赶赴造势会场 侯市长是万安政治上面的前辈 他务实 他有魄力 即使两人擦身而过 但蒋万安还是以实际行动体猴 来因选战换猴而语不断 可没有自乱正脚本钱 记者三文成峰号 杨宇达台北机会报道